我们的需求是这样,第一个就是说在Excel里面,我用Excel来类比会比较清楚一点,因为Excel的话大家会比较具体一点,而且它做出来的话也看得到 那只是说我们待会会把做的动作改成在Python里面做,一样要画出图,那画的图也许我们就画一个很简单的,就画一个美元,因为这边有10个匹别,然后呢10种汇率的换算,那我们就先取其中一个,就取第一个栏位 所以我会需要给日期,那刚刚画不出来是因为日期的格式不正确,那日期格式,因为Excel它一定要是斜线,所以你只要给一个斜线之后,那事情就OK,那怎么样是,后来其实,刚刚比较标准的函数应该是要用那个Date函数,然后刮符外面,然后Lapt取年,Mid取月,Right取日,应该可以懂, 中间再串斜线,OK,然后把它放在Date函数里面,应该才是标准的,不过后来我发现,我们用Date函数,它也OK可以run,所以我发现,那后来我没加啦,没加也可以run,那主要原因是因为,我发现,Excel它其实容错性还蛮高的,就是说,它知道你可能露了这个动作,它也可以自动帮你转换, 所以我发现没有Date函数,它一样可以帮你转换,我觉得,Excel其实有的时候应该算是,还蛮有人情味的吧,就是感觉,那如果这件事情在Python就不OK,它一定错,它一定跟你讲TypeAir,OK,一定要是形态正确, 那转完之后的话,再利用什么,利用那个,就把这两栏选起来,再插入这个折线图,马上就会出现,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啦,那各位可以看到,从那个,11月1号,11月3号,3号的地方是最高, 应该是,进来最高的,一直到最近,一直跌跌往下跌,还好没有再跌下去了,应该本来想说,一下子怎么,从这一天,直接蹦掉下来,OK,所以那一天我就一看,像我都会随时看那个,手机APP的那个,奇怪怎么,我户头马上就少了一两万块,怎么一两,看一下, 因为我买的数量稍微多一点点,美元马上,跟之前不一样,之前是每天开,每天我的户头怎么又增加了一两万块,三四万块这样子,OK,因为它会马上帮你换算,OK,不过我觉得啊,平常心看待,OK,因为我后来发现,我是大概2728那时候就开始,就是知道应该会有这个讯息,那不过我报的是说,因为它定存,其实还蛮高的,现在, 定存都已经,至少三点几%,最低的,所以其实可以把它放着,好,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做一样的事情,如果在Python的话,那该怎么,第一个的话,首先各位可以看到,其实如果你要下载资料的话,主要呢就是这一行,各位可以看一下,在第六页的地方,0601这里, 那我先把这个网址先拿掉,其实你们会需要,至少会,自己加一下,这个是范本,OK,然后,这边的话,可能有两个地方,必须要自己加,就是,我把它加一个,这边下载资料,范本好了, 你们拿这四行好了,所以以后呢,你只要要取哪一个网路资料的话,第一个啦,你会需要,两个讯息,然后我拿这个范本,Ctrl C一下,那第一个的话呢,我们先怎么样,直接把它贴到,贴到我们的module里面,所以你们待会开一个空白module,然后把它贴过来, 那只要增加两行,两个叙述,第一个是,request.get后面,它需要一个网址,也就是你要跟他讲说,你的资料在哪一个网址,那我们就是到那个,上面这个网址点进去,记得,它里面会有一个什么,检视资料,检视资料里面就有个资料下载网址,你就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,然后贴到哪里,贴到我刚刚,这个双文号里面,get的话呢,其实就是, 给一个什么,给一个网址,OK,第二的话呢,底下有个叫HTML.encoding,意思就是说你编码方式是什么,那我前面一直跟各位强调啦,其实目前主要就两种,第一种的话呢,UTF8,应该是最多的,我看占的最大宗的,现在好像趋势已经是UTF8,那不过呢,微软它还是坚持用那个,就是像Big 5,或者它在记事本里面显示就ansi, 但是,新的office它已经改了,它已经改成跟别人一样,是unicode的,可是它很奇妙,像UTF8是8,好像是8位元吧,它不要跟你一样,它要UTF16,那UTF16呢,又跟UTF8的那个编码的位置又不一样了, 所以还是一样会有乱码的问题,也是需要转码的问题,所以知道一下,一样啦,这问题应该无解啦,不可能说,今天那个微软,直接哪一天突然说,好吧,我们也跟大家一样用这个UTF8,OK,那就天下太平了,可是不可能啦,我想以微软,就像说它的市占率这么高, 它想说,你们应该跟我一样嘛,为什么你们都不跟我一样呢,我也不跟你们一样,反正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坚持,那其实有错嘛,也没错啦,反正就是编码方式喔,好,那... 那至于说啦,这有什么差别喔,这个也就不是我们客人重点,不过,主要BIG5喔,因为它最早的字,总共的字数好像才一万三千多个字,可是UNICORE有四万五千多个字,中文字喔,那这意味着什么呢,就是说UNICORE里面喔,比较不会有缺字问题,你们应该以前,应该以前很久以前去附证喔,只要你的名字是喊用字的话,它会跟你讲说,这打不出来啦, 我们要照字,有没有,就是很久以前了,但是现在应该UNICORE喔,反正你想得到的都有了,这个问题应该慢慢比较不太会发生了,OK,因为BIG5就是这个啦,所以这个四代很秀了,那为什么它不改,这没办法喔,好,大家知道一下喔,好,那再来的话记得喔,如果它是BIG5的话,你这边就要改成CP950,好,然后把它直形状一下,那首先的话,各位可以看到, 让出来的就会是,诶,汇率失掉了,有没有,底下就出现了,所以呢,如果今天喔,我们,因为你会发现同样的道理喔,同样的,它这个日期喔,一样是,诶什么,年月日,然后呢,但是一样是没有斜线,那只是说Python能不能认得呢,会不会跟你sale一样认不得,其实也会有这种问题,不过好像比较,呃,这个问题比较不严重,因为Python好像它还是可以把图画出来,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的需求是这样,因为这目前喔,总共有10个币别,后面日期加10个币,所以11个栏位,11个栏位里面喔,假如啦,我们先不要那么贪心,我只需要,就像之前我们Member一样,取两栏,我们只要日期跟美元喔,美元对新台币,好,我们两栏喔,然后呢,我们先取这两栏之后呢,我希望喔,可以帮我绘制成图表,像刚刚那个图表,然后但是要在Python里面的话, 那该怎么做,好,最后的话,我希望呢,可以把这个资料,美元的资料,帮我再存成esale,所以后面可能会需要用到两个外挂,所以第一个的话,请各位先把资料下载下来,那第二个的话呢,我们要思考如何做切割,有没有,那怎么切割,因为之前喔,我们是直接用那个什么,档案物件,那问题是现在的话,它不是档案物件, 它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什么,资料就下来了,所以我们会需要切割,那切的话,因为,以前我们档案物件的时候,它有一个方法叫ReadLights,它ReadLights其实就已经第一步就帮我们先切,切什么,切行了,OK,那这个其实有点像Read的啦,这全部都读过啦,所以你变成你第一步要先切,可是要怎么切喔,这个可能就是需要知道,所以,那也就是它的尾巴, 它的尾巴其实就是会有换航,但特别注意喔,但是换航一般我们理解是反斜线N,有没有,可是喔,跟各位讲喔,如果你今天用的编辑器喔,不是Google的,也不是像Linux,或者是Mac上面的喔,是微软的话,它的换航又跟人家不一样,OK,所以微软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就对了,所以有的时候,你会发现奇怪,为什么我在有些地方可以, 但是问题,换在微软上面就是不行,因为它换航就是要多一个反斜线R,加反斜线N,OK,所以这个也是没办法,你想说微软你为什么这么不合群,他说其实你们错了,是他们跟我不合群,不是我跟他们不合群,因为我比较大,OK,虽然说我只有一个,他们很多个,但是他们都很小,OK,所以, 这个逻辑,也这样,数量上他们是多,没错,但是占有率我是大,所以到底是谁要听谁的,这个恐怕也是个问题啦,不过规则啦,OK,那我怎么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反斜线,我刚刚讲的喔,有个方法,其实喔,一般习惯上是这样喔,就是你可以把它下载之后喔,在质量中显示,然后我喜欢按右键,会用那个NodePay加加, 所以将来我是建议啦,如果你要观察档案类型的话,可以直接安装这个,其实Google查一下NodePay加加,这个其实这个程式还蛮普遍的,你只要写程式应该都会用喔,写网页也都会用,然后呢,你装完这个免费的,OK,NodePay加加,那你就可以看到说他的,这个要不要download,不要,先不要好了喔,那他里面有一个我常用的检视里面喔,特殊资源的地方, 我的习惯是显示所有资源,有点像是照妖镜一样,他会把你的尾巴换航喔,都帮你显示出来了,所以喔,你怎么知道说是,他的尾巴是,呃,换航是用什么什么形态喔,其实这边就会出来了,那你,你这样Ctrl加,放大,你会发现喔,他的尾巴就是什么,CRLF,我记得好像CR就是反,如果以后你要对照的话,这个CR的话,对照,那个, 那个,呃,Python的话,他好像就是反斜线R,LF呢,就是反斜线N,OK,反斜线R,反斜线N,然后呢,如果我是Rskicode内码表的话,就是那个内码的位置喔,我记得好像这个就是,内码的位置好像是10,这个好像是13,OK,其实这个就enter键啦,这个的话,他等于多一个return,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啦,其实, 我也不是特别特别了解,你们可以Google查一下,为什么他会多一个,所以呢,我如果知道这个讯息之后,将来如果我要切割它的话,要怎么切,这个请各位再试试看好了,所以大家了解一下,他有个换航,所以我们待会要切割它的话,你们可以看一下,底下的话,有没有这边,我们可以用那个Split,所以喔,假设我今天要把它切割好了,比如我用Split, Split先切好了,那假设我们以前的认知是,反斜线N来切割的话,我们先看一下好了,所以喔,这个资料先下来,然后我用这个,这个,用把这个Test点,有没有,HTN点Test,把这个字串喔,用那个Split这个方法,那我切的话,理论上喔, 我看到,欸,它是一个换航,我把它当反斜线N的话,那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,那各位可以看到喔,有没有发现,这边出现的结果,欸,奇怪,对一个反斜线R出来,漏掉了,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这种状况的话,很简单,你只需要什么,再补一个反斜线R,这样就OK了,啊,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喔,多半都是用微软的编辑器,而产生的结果, 所以啦,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,如果假设啦,以后你看到,欸,为什么这个反斜线R出来的话,欸,这个时候就没有了,喔,那显然应该它会是用,Excel里面的,可能用Excel的,什么,应该是,我觉得朋友可能应该是用,呃,那个微软的Excel,然后另存成CSV,这种可能性其实还蛮大的,OK,你们可以试试看啦,如果假设你不是用微软的,你再把它存,欸,就不会有这个问题,喔,OK, 试试看好了,那切,切完之后的话,如果我只需要取,所以等一下我只需要取美元这一栏,然后我要拿来画图,然后画完图之后,我要存存以Excel,该怎么做,待会我们再来看喔